太無聊 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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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會日記 大家好我是Evan 我是Kevin 上一週情人節我們兩個單身狗啊 被你們的不要不要的 所以我們特地請來今天終點直播的時候 來過一下情人節 而且我們不是只介紹一個喔 我們介紹13個 讓你們知道我們那些被資本主義獨查的 這些情侶們 有多麼無聊 好想念去年情人節 和你的那個擁抱 聽說在一年中的第一個情人節 就是要在日記上寫下 今年屬於我們要慶祝的日子 可以不要嗎 如果真的要過的話 那你這一年就要過 一月十四 二月十四 三月十四 四月十四 五月十四 六月十四 七月十四 八月十四 九月十四 十月十四 十月十四 十一月十四 十二月十四 七月七日 還有你的生日 我的生日 我們在一起的週年紀念日 還有耶穌的生日 還有我們日式的週年紀念日 太多太多 那也太累了 而且如果你真的要過這些日子的話 代表你已經陷入了資本主義的現經歷 要嘛就是你太笨 要嘛就是你 太無聊 親愛的朋友 今天是二月十號 夕陽前 請你會在這一天互相送禮 當著自己的愛意 首先我們要先送禮 禮閃 禮閃一遍 那我有一個禮物要送你 送禮子 請你離我遠一點 那就不要怪我送禮 不是覺得 這樣子送來送去 有意思嗎 你不覺得這三是太 無聊 親愛的 二月十四前節 是女生對喜歡男生送禮物 表達自己的心意 或者是情侶 顧正禮 而三個十四呢 是這個 如果男生可以喜歡女生 就在這一天回正禮 你知道嗎 不知道 四月十四這天 是專屬單身 曠男怨女的情人節 在這一天 單身的人 可以穿著全黑的衣服 吃著黑色的食物 感受著所謂的 黑色浪漫 好了 夠了 我們單身的人已經夠可憐了 每天都一樣 為什麼你們還要特別挑一天 要我們特別去慶祝 還是以情人節的名義 你不覺得很諷刺嗎 而且 你們這些資本主義者 去騙那些情人就算了 為什麼現在連我們單身的人都不放過呢 而且 更過分的是 要我們慶祝就算了 為什麼一定要我們吃黑色的東西 穿的全身黑 好的跟告別式一樣 我今天倒不是因為全面穿的圖案夠可愛 還以為我下面是一個遺照你知道嗎 太過分了 我只能說 你們這些資本主義者 真的是 無聊 5月14 被稱為黃色前節 或是玫瑰前節 因為這是一個玫瑰盛產的季節 而每種顏色的玫瑰 都有它代表儀式 像是紅色的玫瑰 代表你想像對方 請述你的愛意 白色的玫瑰 代表你還 猶豫不決 不想答應 如果你想要拒絕對方 想跟他們提分手 那我們最適合的就是黃色了 要更黃 你不覺得菊花更能夠代表 蘇再見跟余迪嗎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香蕉其次又更 驚喜又實話 你還可以吃呢 還補了黃色的主題呢 所以情人節送什麼玫瑰嘛 無聊 無聊 6月14 親吻情人節 情侶們在當天可以大膽的 提出親吻的要求 沙穿得馬 pak 接下來是妻子 適合乾淨 但是他們參與名字 又不是我參與 你管那麼多 會不會太無聊 不要說無聊 真的無聊是那些 無聊 親愛的 現在是7月10號 銀色情人節 在這間 群人們會互相做銀色治療 這邊剛好有間金宮殿 我們要不要做個對見 你知道 銀色情人節除了送銀字符之外 還很適合去見長輩 你要不要讓我看看你的長輩啊 無聊 誒 現在是綠色情人節 最適合出來踏踏心 星星大自然 哦 所以這個月的情人節主題是要符合綠色是嗎 哦 那我有個禮物 為你準備好久了 我告訴你 現在跟你在一起沒多久之後 我就跟幾個男生都很好了呢 你現在有沒有覺得你的臉綠綠的呢 哇 你連嘴子都綠綠的呢 9月14 被稱為照片情人節 或是音樂情人節 親愛的可以互贈對方喜歡的CD 或是騎到熱鬧的地方合照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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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偉綠都可以拍照 為什麼要在十月節直接一起拍照呢 真的是 無聊 好 走 親愛的 十月十四 是葡萄酒情人節 但是 我晚點也要騎車 所以我 就該喝葡萄汁嘛 今天除了喝葡萄酒之外 也非常適合一起規劃未來 我連我的晚餐都還沒有規劃 你就想規劃我的未來 你又不會太 無聊 十月十四 城設情人節 又被稱為電影情人節 那我們今天是不是要看一部電影呢 想看什麼電影 我想要看愛情片 所以我想看動作片 那我們就看愛情動作片 愛情動作片 哇 剛剛電影真的很不錯呢 尤其我最喜歡的就是那個餐酒館的部分 為什麼最喜歡那個餐酒館 因為是我三集推薦的餐酒館 老師說 我覺得電影情人節真的蠻值得就是去慶祝的 但是為什麼要加入情人節 對 看電影就太美了 為什麼要加入情人呢 無聊 你知道今天是12月14號 有抱情人節嗎 嗯 所以你的意思是要擁抱的意思嗎 可以應勤一下 因為這個公園裡面應該這邊有一個擁抱 那邊也有一個擁抱 所以可以應勤一下 那我們要不要 抱一下囉 這個抱紙期 為什麼要抱紙期啊 對啊 我們今天情侶都飾演了一整天 假裝一整天 為什麼今天要抱紙期 因為 你以為所有情侶都可以走到最後嗎 最後一個月了 總該分手了吧 好可怕 夫人 老闆 친구 你 你 從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